盛汤的碗要一直用废水保温 随用随取 先放粉丝 再放羊肉 每一碗水盆羊肉的标准是三片肉 不少于一两二 偏瘦的羊腿肉两片 肋排肉偏肥一片半 这是白玉亭无数次的品尝之后 确定的最佳比例 汤多肉少不行 有肉无汤也不行 还得用滚汤烫一遍 为的是粉丝绵软 羊肉增香 再盛滚汤 一碗肉烂汤鲜的水盆羊肉 才算完成了 鲜香的羊肉汤 就着刚出炉的白面饼 佐以辣椒酱 糖蒜 再来上一碟老白家有名的酱牛肉 这是水盆羊肉最美味的吃法 鸡肉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